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记得在上礼拜五大阪那天大涨一百三十一点就在节目当中就在FB88军会就讲过了嘛 因为短期间月线大概扣底到九千一百三十几点这附近 那今天再压下去可能来到九千一百一十几点这附近 月线仍然是下弯的 那短线他有个压力在 所以短期间月线是下弯年线是上扬的 所以我们讲过嘛 可能到整个下礼拜台指级结算之前 可能他盘还是在一个怎么样 年线到整个月线之间做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的几率还是会有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刚好配合整个震荡的整理格局 刚好下礼拜台指级结算 是在这个区间震荡结算 我想没有做那个改变 所以大盘指数虽然还要再做短线 这几天还要再做一个打底的动作 但是我相信投资者看得出来 第一个大盘指数虽然还要打底 不过就一个中长线的角度而言 我相信各位投资者很清楚 过去这两年来 在大多头格局里面都一样 只要回到年线上下附近 有没有 那有时候我讲过的 有时候是单脚回升 有时候是什么样 属于打双脚 那这一次第一只脚在88260看到 我认为这边下半周到下个礼拜的上半周 就是类似怎么样 打第二只脚的格局嘛 那连线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过去这两年来 就指数而言 你不觉得回到年线 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叫做积极折股作多 这件事情就是在年线上下附近 全力积极的站在买方 事后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你绝对是股票市场的少数赢家 而不是输家 千万不要每次怎样 为什么很多投资在股票市场 你没办法赚到股票 年线不敢买 因为每次在低档都是有利空 回到年线不敢买 然后每次涨到高档 跟均线的正管理扩大的情况之下 你才在高档9593 9532两次的9500点 短线过度去做追加动作 你才会去被套牢 所以记得我刚刚跟你讲的 第一个 年线上下附近 绝对是做多 好那现在竟然叫做做多 要买什么股票吗 买是跌跌不休的电磁股吗 我相信不是嘛 你不觉得说其实在这边外资会压盘 那既然外资你知道它是站在一个比较偏空操作 那外资会压什么 全值股嘛 对不对 下礼拜台子期要结算 外资一定压全值嘛 一定是压电值嘛 那为什么要压全值股 第一个当然是在一个台子期的结算嘛 所以我们发觉 这边的全值股比较不会动 那金融股算是全值股里面是最稳的 是相对抗跌 但是在整个大盘指数还没有正式上来之前 金融股可能短期间还要做最后一个震荡打跌的动作 可是为什么这边外资会站在压电子股 我想我们过去这段时间也讲过了 其实很多电子股已经领先进入产业的淡季 除了苹果供应的一些相关个股 或者部分的一些其他一些电子类股 次产业电子股 或者说可能在一些电动车的一些概念股这边 测用电子的部分 第四季仍然是一个产业旺季的情况之下 因为很多的电子股早就领先进入一个淡季 所以为什么过去这从整个第三季以来 过去这三个月甚至到现在为止 我想不论我在节目当中 甚至我在FB88经营会跟同志们分享的 你不觉得我们的操作中心 现在是以电子为主吗 你很清楚不是 对不对 我可以想说如果你正要做电子股 像苹果供应的股票你就怎么样 高出低进去做它的价差 我相信应该还是可以稳稳的赚到钱 但是我们操作中心都是摆在 第四季以及明年的获利成长股身上 那你很清楚这边明年的成长 第四季跟明年的成长股在哪边 我想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昨天也在节目当中花很多时间跟你分享 甚至在FB88经营会里面所po文章讲的是更清楚 产业的长度格局没有改变的 包含搭配美国的NBI生计指数 在写下历史新高的 当然是在生计股的这一块嘛 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 为什么大盘指数在这边怎么上下下下怎么震荡 对不对今天跌了五十四点 那好像跟我们的家族成员 好像跟我们88经营的会员们 好像跟我们88经营粉丝团的投资朋友 可能没什么关系的同样 为什么因为我们股票持续在涨 那为什么股票会持续在涨 就是我们有本事 我们有人力 因为理所投资跟其他的投资不一样 也跟各位现在投资最大差别在那边 我们拥有坚强的研究团队 就像我所讲的 我们可以去拜访公司 我们可以去怎么样 拜访公司的发言人 我们可以去参加 上市贵公司 甚至新贵公司的法说会 但是投资朋友 你认为你有办法去吗 说真的 就算你有时间想去 一般公司派 发言人 或者法说会 也不太可能那里去 因为他一定是找法人 什么叫法说会 就叫做法人说明会 所以他一定是找有研究团队的人去参加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之所以这样子 你会发觉我们都可以帮领先 各位现在投资朋友 领先很多的报章媒体杂志 掌握第一手的讯息 对不对 然后我们挑的就是一些 基本面比较好的标的 包含在过去这段时间 你不觉得我们在跟你谈的股票都很强 而且都领先市长跟你讲 之前有没有送给你新人书 4192新贵的新国的研究报告 对不对 这档股票当时是在底部区 在90块上下附近就告诉你了 是在一个中长期底部 好那你会发觉等到上个礼拜 信国不是连续拉出两根大红棒吗 信国不是大涨的20%上来的吗 所有的报章媒体杂志在上礼拜 10月1号信国生计开记者会 10月2号信国生计开法说会 然后所有的消息在11月1号 10月2号见报 但是同时高股票也已经涨到 110块上下的怎么样 短线的相对高档嘛 可是你会发觉如果你可以领先 各位投资朋友想一想 如果你可以领先市场 当时我们在送给你这份研究报告的时候 你可以买在多少钱 你自己心里有数 你可以买在这个整理区 90块上下附近 就90块下你就买得到了 对不对 那短线我也讲过了嘛 我在上个礼拜 FB8经会跟你讲了 短线信国要整理 你不要急着去做追加动作 因为他最近要定价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去拉高 最近他要做震盪整理 什么时候信国还有机会再涨 反正你跟着我脚步来操作就对了 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 信国已经上去了 所以我们也讲了嘛 信国要挂牌 谁是最大受费者 谁最有机会 当然是手上谁拥有信国比较多嘛 拥有信国生计最多的是谁 那个持股占信国的50%以上的是谁 就是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跟你讲的 1734的信辉嘛 对不对 转投资10月转上柜嘛 这个我想之前这个是在底部区 我们就告诉你 转投资10月上柜嘛 拥有2.58万张的信国生计嘛 对美股的禁止贡献度 当时信国还在90块出头的时候 我们说至少贡献度14.5嘛 那目前信国都已经涨到100多块了 那这美股的禁止贡献度 会不会再往上提升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一定会嘛 加上10月份的怎么样 抗老人痴呆症的一个中药药材 要对安利怎么样 再兼职一下公司做出货的动作嘛 所以我讲了嘛 我说等到很多投资 那时候我们记得讲 这档股票是在9月底嘛 那时候可能你还在怕嘛 因为那时候大盘指数跌到8860点嘛 可是我们那时候一直在跟你讲 你要买的就是底部区 你要买就是那个基本面要够扎实 你要买的是基本面够强 有那个基本面强力支撑的好股票 你根本不用怕大盘指数震荡嘛 就好像大盘指数昨天小跌11点 信费继续涨嘛 今天大盘指数盘中跌了100点 縮盘跌了50几点 导播可以的话先帮我们带一下信费 今天分市走市途好的 一期三市的信费 今天大盘跌多少 跌50几点喔 割头之朋友 如果过去这一个多礼拜来 你手上是信费的人 你会感受到大盘再跌吗 你会担心害怕大盘再跌吗 你会以为你会还在等大盘打完底吗 我想什么都不必多讲了 那谈到整个信费 这些市都从底部上来 对不对 昨天的一根中长红上来 到今天为止盘中最高来到49.95元 差一档来到50元的整数关卡 当然来到50块整数关卡 短线一定会做比较大幅震荡 而且你记得这个价位 这边是半年线跟年线也可以短压区 我记得在谈到信费那档股票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你自己赶快回忆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第一天 第二天 最近两天才看我们节目的 或者真的您不幸得的股市健忘症的投资朋友 我发现你去找9月底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跟你讲这档股票行为 我当时我们跟你讲 你不要等到消息出来的时候 利多见报的时候 我当时我给你讲 10月份先涨到这边再说 有没有跟你讲过这句话 先涨到这边再说 好当时我跟你讲说 先涨到这边的时候 很多投资人还在半信半疑 还在觉得说 哎哟这行情敢不做的 听说要落到八千五的 听说会破八千的 听说有人说会落到七千点的 我不想得以后会不会来 但是我个人看法还是没有改变 年线八千八百五十点上下 现在就是今年下半年相对低点 这边打完底就是跟你讲九千八到一万 信不信有你 那我就告诉你 既然是一定是底部区 你就是找好的股票 那现阶段我已经讲 非电子股 特别是在生计股 比电子股更有表现空间 那在生计股你要操作 你要跟着专家 那我想整个信辉今天的大涨 原因理由在哪边 为什么今天大盘指数盘中跌100点 收盘跌了54点 今天信辉仍然可以拉中长红 我相信今天各大报都有啦 我随便拿一份报纸来跟你分享 我相信这个不要我再练了啦 信辉的怎么样 抗癌症计计计计订单爆满 对不对 你今天看到这个利多了 对不起 我先跟你讲了 当你看到报纸的时候 股票怎么样 我们的家族成员 已经赚了将近16%了 就算你只有五十万以下在操作 当时四十二三块这边 买十张也不过花你四十几万吧 光这一段时间 这一个多礼拜上来 你都可以赚多少 赚六万多起来了 我们一位张小姐 各位投资 你知道她多少钱来参加我的丁枸机活动吗 在上礼拜 她竟然只有大概三十万左右 她跟我讲说 老师我只有三十万左右 真的 像你讲的吗 真的像你讲的吗 定枸机 只要你有心 只要有心 对不对 资金大小真的不是问题 费用也绝对不会是你的负担 我说她说她还跟我讲说 老师我只有三十万 我真的可以跟吗 很多人不都要三百万 都要五百万一千万才跟你做 我说三百万有三百万做法 对不对 你如果五百万你一次买一百张嘛 定枸机嘛 对不对 你三百万可不可以买个多少 买个六七十张嘛 你两百万可不可以买个四五十张下去 可以吗 当然可以嘛 当然可以嘛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说定枸机就很简单 这不是资金大小的问题嘛 就张数的控制而已嘛 资金少的 像张小姐 三十万左右在操作 这次叫她买几张 买五张嘛 人家也是定枸机啊 人家也是阿枸机啊 人家是五张买下去啊 但是人家五张买下去 不要说会期还没结束啦 光这一个多礼拜 你们在担心的费用的问题 如果五张这样赚三万多回来了 五张而已 人家不到三十万就可以赚三万多回来了 隔头之后你还在想什么 好那我们说谈到这个东西 我说为什么说我们都是领先市场 我记得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 要推出这个定枸机这个活动的时候 是不是有秀出这个研究报告 来导播帮我照一下 这边稍微放大一下 有没有 我说我把股民遮起来 来 建议 操作投资建议 建议怎么样 买进 有没有 这一份研究报告 你看到 我在上礼拜 低档区 上礼拜的信费是在这边 没错吧 是在这边 刚好要喷出 我没有跟你讲 这档股票要动了 我没有跟你讲这档股票要动了 我说法人的研究报告已经出来了 我们已经拥有第一手的讯息了 我们已经去跟公司 我已经跟公司派的发言人talk过了 要去啊 要去啊 这不是内线喔 我跟妳讲我们没有内线喔 我们在跟你讲的是说 我们去拜访公司 当然拜访的公司 不是说所有公司拜访都可以买嘛 好的 我们来做 八倍股票在低档区 不好的 拜访过公司 这间公司看起来没什么 不值得去买的 不值得去投资的 我们就不要碰它 所以你看到今天这个爆章媒体的这个讯息啊 当然这边是写的比较长篇大论啊 他不可能给你瞎三行嘛 对不对 这写的长篇大论 这个讯息 我说你要领先市场 这份研究报告在这边啊 我这边简短的研究报告就帮你修出来了 来来来来 这边我我知道你可能看不太清楚啦 我大概念给你听啊 你有兴趣的 其实我送给你都无所谓 因为股票已经涨上来了嘛 对不对 信扉 针对信扉的怎么样 信扉的怎么样 炎症的症 癌症的症悸场怎么样 预估在2014年10月完工 2014年10月完工 不是这个月吗 人家预估这个月完工 九月底人家不晓得吗 公事派发言人会不晓得吗 我这个月要落 我这个月新常要完工的 明年准备什么 今年底明年准备 日本美国怎么样 做FDA的药厂认证了 明年准备什么 五百万支的什么 癌症增剂要开始生产了 难道人家不晓得吗 可是你会发觉件事情嘛 我说为什么你要领先市场 是说这一份研究报告 我相信你很清楚 我在上个月底就秀给你看了 我是跟你讲 你会订高级啊 你等到今天看到报道媒体 杂志的这一份讯息 这个讯息九月底 我们就知道了 那这个知道不是叫做内线 你问公司嘛 你那个宜蘭厂 那个宜蘭的增技厂 什么时候有机会完工 什么时候要开始生产 人家至少会跟你讲嘛 我们预估大概预估嘛 预计十月完工嘛 对不对 什么时候日本会派人来 来什么 来验证嘛 什么时候美国会派人来验证嘛 对不对 当然这是预估值嘛 当你看到报道媒体杂志的讯息 各位亲爱的投资者 你已经少赚了多少 你已经少赚了将近16% 各位亲爱的投资者 你已经少赚了多少 买十张 就算你只有三十万差做 你就可以买五张 还有找 五张你少赚了三万多 光这一个多礼拜你少赚三万多 如果你是五十万在操作的投资派 就算你来订购金 你都少赚六万八 如果你是一百万在操作 你可以买二十张 你已经少赚三万二 如果你是两百万在操作 你可以买四十张 你已经少赚了二十 二十怎么样 二十七万多的 如果你是五百万在操作 你一百万一百张给他压下去 恭喜你 你已经多赚了多少 你已经赚了六万八 六十八万起来了 你光这一个多礼拜 你可以赚六十几万起来了 你还在管他大盘指数 你还在管他大盘指数 连线跟月线之间 还要再打底几天 因为重点在哪边 你听得懂吗 你可不可以理解 我在跟你表达什么 也就是我最近每天 要跟你讲的 第一世纪跟明年获利成长股 好股票会不会等你 股票不会等你嘛 你干嘛去等那些 不好的电子股落底 你知道吗 明明这么好的生计股 明明法人开始在买的股票 你为什么不跟 好那现在信辉上去了 我今天再跟你讲一档 这一档股票明后天下来 你不买 到时候再上去你不要后悔 新的研究报告 我跟你講这一份是 上礼拜五 法人去拜访过的 生计吗 是不是又是生计 我不讲了 会不会又是生计股 会不会是继信辉雅伯 信国志勤之后的 下一档的生计股 我给你点到啦 上礼拜五法人 蛮多法人去拜访这家公司的 来 导播这边帮我修一下 投资建议叫做 这一份研究报告 新出来讯息 那你看这么多页 五六页的东西 我给你图表 我还没有把它 download下来给你 但是我针对这档股票 我只会跟你讲 这一档 这一档 是据我所知道的 目前既信国 信辉 自行之后 法人 现在 最有兴趣的一档股票 好 既信国信辉自行之后 法人现在非常有兴致的是在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只要有下来 你会发觉法人一定站在买房 那如果对这一档股票 你错过新费的投资朋友 我想 我们在节目当中 这边我也 除了 非常感谢 我们的研究员 辛苦的 我们的生技研究员辛苦的 我想改天一定请你去吃个逼方糖炒鞋 对不对 因为人家这么认真 你看我们研究员这么认真 帮各位现在投资朋友去 follow公司 帮各位投资朋友 从智勤 从信国到信辉 到亚伯 一档一档的带着你大赚 那这个请我们研究员吃饭的事情 我会有一个好 对不对 我们按隔头之后 你只要负责一件事情 一通电话打进来 跟着我们脚步来赚钱就好 那第二件事情 因为这个订购金嘛 推出的股票这么强 党党大涨 所以 今天最后一天结案 我也满结案 好不好 因为我想大家知道 我盘中要亲自 通知你买卖点的 这种GVIP级的服务 我们必须要控制人数嘛 羞追 我没办法顾到那么多嘛 所以要为了顾及 我们会员的服务品质 再多没办法了 真的 现在再多也没办法了 所以这个订购金 这个活动 今天 我们最后一天圆满结案 明天打电话进来 对不起 你跟我们线上服务 说你要参加我们 杏杰老师的订购金 由杏杰老师清贷 OK啦 VIP费用 你把他交入就行了 我不会不收啦 你只要 那个VIP费用 你就交下去 我还是照收你啦 但是如果你 你还是要我不要 我来盘中通知通知你 可是一样享有这种 非常special的投资朋友 而且 明后天 再看一次喔 这一档 法人上礼拜五 去访问完 昨天出来的新的最新的一档 各股的研究报告 投资建议叫做买金的这一档股票 明后天我带你买 你有兴趣的投资吗 现在我想 订购金今天最后一天 欢迎打电话请来参加 好不好 谢谢 好我们更多有关台北股市的分析 先休息一下 我们送回来 防众唯一透地雷达检测 台湾房屋 蛤 买就送 是的 太和工房周年庆 近代买三一六保温瓶 买大 送小 清巧好用 快来太和工房 好理销售喔 爸 令太和工房 你台湾险金贴得再好 我 这是最有名的韩国正宽庄高丽森 含有多种冷身皂肝 吻不不皂了 哼 我推荐新的台湾高丽森险金 台湾加正宽庄 三点不超暴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坦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丁巴巴 让您轻松钱滚钱 就带三立财经台 Nick Dunn 你被杀了你的妻子 我已经在寂寞 我从来没有触碰她 在我们自己的言证 这些妻子必须杀了我 这是一个变化的时间 10月9号 控制 好 立刻来看到是在今天 外界在现货里头的筹码变化 在昨天一直站在了卖房之后 今天虽然还是呈现了 这个卖抽台北股市 但是只想购了台北股市 来到了5亿元 这个金额并不算太多 可不可以说 目前这个外资的卖压 稍微止住了 我想其实我们刚一开始 或是这几天讲过 外资的一些卖压 其实大家都知道 目的都是在下礼拜的 一个期货结算嘛 那我是觉得说 小卖都还无所谓啦 这个行情 我认为是个股的一个 指数就是在整个 连线上下附近这边 做个震荡打地 那最主要是在各国表现 所以你会发觉 不论在这段时间 我们跟你讲的事情 不论讲的性格 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关系 我就没办法跟你分享整个事情 我只能跟你讲到 700万的美金 已经确定入账了 你从他9月营收已经看得出来 那后续事情该怎么走 我在FB88经费 我在跟各位投资说 比较详细一些追踪的叙述 那最主要就是你要买的 就是既然这边指 大阪这边就是低档 要的就是第四季 跟明年获利成长股 所以会发觉 我们一直在跟你挑的 就是这些好的标的 包含4106的雅伯 对不对 就是因为看好未来 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我想这个基本面 今天节目的时间关系 我不要费太多时间多讲 对不对 明年大概也可以赚到这些钱 明年赚得也赚到这么多钱 我认为这档股票震荡搭回 都应该去找买点 那我相信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我怎么帮你追踪这档股票上来的 当然 今天昨天的涨顶板再写下 你看 就算大盘指数现在在9000上下 你只要买对股票 人家股票是可以写下 今年波段新高啊 你认识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重点是选股吗 当然今天整个亚伯 开高走低下来 这很正常 因为我在今天早盘 FB88今天会盘中 就告诉你嘛 今天我不会去做任何追加买 今天动作 而且今天 针对我手上的一些生计股 或者一档电动车 跟开面股 我们有在干嘛 有在做获利调节的动作 但是获利调节 并不是我们不看好 不然雅伯 我认为震荡风味 你还是要找买点 雅伯最少这波涨到多少钱 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因为会员的盘后传真稿 我都显得清楚 那重点是我们调节出来资金 就像我所讲的 如果我们这个订沟机这个活动 今天最后一天要圆满结案的这个活动 那我讲的 如果你错过上礼拜的 幸亏的这一档股票投资朋友 这一档 把人这礼拜一 昨天最新出来的研究报告 投资建议叫做买进 这个股票应该有事无成的涨幅 那明后天 就应该是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针对这一档股票 你想跟上投资朋友 欢迎你 现在打电话进来 帮我们参加我们的电脑机这个活动 好不好 谢谢